螳螂捕蛇是真的吗 老铁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非洲的绿巨螳螂 这是螳螂中最大的一款 体型达到了10公分 现在和蛇打到了一起 绿巨螂捕蛇也是仅限于 与自己体型相当的蛇 太大的蛇他也干不动了 这个嘴像小巨条一样很锋利的 今天的对手比较强大 现在轻松的要拿下了 绿巨螳螂还可以狩猎蜂鸟 小型的蛇类包括蛙类都可以狩猎 这场战争不容易 终于胜利了 它的举角式口气 可以把肉撕开 它的上额非常强大 看看小蜥蜴也是它的狩猎目标 小蜥蜴也是它的狩猎目标 你不看到真的不会相信 这大刀直接卡住了蜥蜴的脑袋 看看直接拽下去一声蹄 都是巨蚱似的 轻松拿下蜥蜴 大战乌公 没想到 乌公今天败给了螳螂 动物世界相当精彩 千奇百怪 谢谢大家 水牛和狮子之间的战争 永不停息 狮子潜伏多时 等待水牛群的到来 现在开始围攻水牛 狮子肯定是挑老弱病残进行攻击 成年的大水牛一吨多重 很难对付 正常情况下 三只狮子才能对付一只成年水牛 今天的狮群下手挺狠 但是水牛群反杀回来营救同伴 回来的都是强壮的成年水牛 准备跟狮子决一死战 只要反杀回来 那就是没完没了 就要干到底 看看这个阵势啊 多么强大 每年呢 死在水牛脚下的狮子 数量是最多的 所以说狮子在狩猎水牛的时候 相当小心 绝对不敢硬来 绝对不敢硬来 今天的狮群饿坏了 穷追不水 看这样今天的大牛排吃不上了 这个牛群呢 这个牛群呢 反抗力非常强 而且队伍啊都比较年轻化 直接干一地烟呢 看看直接把狮子创飞 直接把狮子挑起来啊 接着来 潇洒 今天的水牛啊 反杀的非常到位 牛角啊直接刮到了狮子的后腿上 这只狮子啊 死定了 真的有点惨啊 嘴牛反杀成功 猎狗和狮子之间的战争 永不停息 哪边的队伍强大 哪边胜利 现在猎狗的队伍越来越强大 他们通过叫声啊 很快就把队友集结过来 一旦遇到落单的狮子啊 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猎狗呢是草原上的钢昌科主任 擅长于 掏钢 这个狮子都不敢站起来了 保护着屁股 现在狮子的队友也赶过来了 狮子王绝对有杀伤力 快跑啊 跑慢了 这狮子王一口一个啊 这小猎狗 一口搞定 一个前空翻 拿下啊 狮子猎杀完 猎狗啊 是不会吃的 还有职业道德 不吃凶猛的动物 专门吃 就是 嘴牛 鳞羊 脚马之类的啊 看看这个吃的更牛逼 挖洞呢 把猎狗的巢穴都给端了 今天看见这是要报仇啊 这几年呢 猎狗在非洲草原上 混成了二哥的位置 也是有一号啊 经常呢 会抢狮子的食物 他的一个猎群呢 上百只 非常的七星 现在攻击狮子王 繁殖的特别快 我估计在过几年呢 狮子老大的位置啊 就不保了 容易被这个二哥取代 二哥这个族群呢 由母猎狗为首领 管理的非常到位 规矩啊 非常的多啊 从白天干到了晚上 但是最后的赢家呀 还是猎狗 狮子王 惨败 深深的上了一课呀 巨型西医 狮猎小水牛 小水牛啊 刚刚出生不久 现在非常的危险 巨型西医呢 又叫做科莫多龙 他是西医当中最大的一款 不但个头大 而且还有毒牙 毒液啊 相当凶狠 一旦被他咬住 用不了多久 就会毒性发作 然后呢 他再把猎物慢慢的推下去 这绝对是远古神兽啊 这绝对是远古神兽啊 看着相当的恐怖 瞬间的攻击速度啊 瞬间的攻击速度啊 非常快 小水牛已经受伤了 用不了多久啊 用不了多久啊 就会毒性发作 母亲水牛啊 前来救援 但是已经晚了 如果母亲水牛不走的话 也很危险 巨型西医啊 他就是突然袭击 现在队友们呢 集结过来了 数量越来越多 这咬合力啊 这咬合力啊 还挺强的 他们的嗅觉啊 相当好使 闻到肉味啊 马上全过来了 擅长于吃腐烂的食物 接下来我们看看狮子 大战蜥蜴 天天吃水牛啊 看着蜥蜴有点发懵 蜥蜴 狮子啊 轻易也不会去冒险 吃肉的动物啊 就是聪明 一旦遇到危险 他们就会躲开 看见以前是没有吃过蜥蜴啊 今天看见蜥蜴有点不敢下手 看着小尾巴啊 攻击性很强的 一群狮子啊 没有拿下这只小蜥蜴 今天真的给面子了啊 sunglasses 今天这只蜥蜴太幸运了 狮子放弃了狮 Ņ 先 abu fleet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